大家好 歡迎收看今天台湾新聞 現在外南頂當年愛的國家有越來越多的台上 對前總統理政會的時期 加上現在創英文總統的時代 是都集結在推動新南平進出 也讓台灣又變成外南第四大大外主來援國 現在有這推動所為新南平的無人所大賽 任何人理政是政王頂外南 他就透過一刻在參訪 每年還有論壇的外黨 來了解目前外南東地的經濟環境 還有台湘的英文狀況 當年一直都是台灣金幕發展的重要供應 對理政會時期就開始推動來向政策 其中外南也是很多台湘這些導流的地方 對19800年以至2022年 導致的經驗也已經有359億美金 是外南第四大外主來援國 為了了解外南台湘的狀況到當地的經濟環境 無論所大賽林家龍也在15號全國外南參訪 透過一系列的作單位到7號台湘 期待可以幫助台湘進行授意轉型 我們推動數位新南向第一站來到越南 最少是台灣跟越南在產業上是互補的 那也是我們新南向包括東協到南亞 這二十幾億人口 那越南是一個很重要的 可以做策略合作的對象 那透過我們台商在這裡 我們來協助他們數位轉型 帶動產業創新 這次的京東參訪也有多為台灣的企業 除了肯定當地台湘的付出 也認為外南未來競爭的競爭 我在這兩三天來的一個參訪觀察過程裡面 發現台商在越南的根林 事實上已經非常的深入 那麼也就是說他們在這個地方 所做的已經是 不是把在中國大陸那一套生產 是不是搬過來而已 他們當然也在持續在做精進 但是台商畢竟在這個地方呢 競爭未來也是面臨 包括中國大陸的廠商到這個地方來 包括韓國世界各地的廠商 都會到越南來做投資 那麼我們除了為自己的產業做發展 要思考 還要為當地的社會 我們能夠做什麼樣子的貢獻 現在外南有很多企業 都是以人工為主 有很大産業生機的空間 推出主動化和地域化 也就是未來台灣最最大的目標前 不管是在智慧製造 智慧交通 智慧醫療跟智慧城鄉 這四大領域 我們都能夠提供一個呢 整合的一個服務的解決方案 那這樣子的軟硬的結合 然後透過數位科技 然後讓台灣的成功經驗 可以跟這些國家 大家呢一起呢 來創造多營 所以我們認為 越南是一個很好的策略夥伴 我們就作為第一站 這間的場合 除了讓台灣的企業 了解到目前外南經濟的狀況 也讓台商可以拿走 進行山藥的成績 共同建立台灣在東協市中的主本 依照各位外南中華報道